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众所周知 原神封单4.6下半卡10流浪者白族已经登场 各个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 说起4.6下半卡10的流水还是比较差的 不过也能理解毕竟仆人 水龙王纳维莱特在前 4.7克洛琳德 希格文UP在后 还有水神等角色复刻 流水不高也是很正常的 随着仆人的登场在原神中最值得抽取的7个角色 也终于来了 首先排在第一的就是水龙王纳维莱特了 让维不用多说 灵命可用 灵命解放中离 对群素质怪 复刻必抽的角色 第二个则是4.6卡10登场的仆人了 仆人同样是个素质怪 不过强在队单上 加上后续未来可惜 这么强的火C非常推荐入手 而第三个值得抽取的角色就是夜兰了 夜兰不管是在大世界还是深渊的体验都非常不错 同样是灵命可用 一命解决充人问题 辅助增伤输出都非常的香 第四位角色则是万叶了 万叶作为早期版本的人权卡 除了增伤外 聚冠能力极强 适用于深渊等各场景中 属于必抽的角色之一 至于第五位角色则是钟离 钟离作为辅助角色 呼盾的安全感直接拉满 能破开顿的怪物还是比较少的 灵命技是完全体 萌新必抽 第六位角色则是水神弗宁娜 增伤后台辅助 可以恢复 大世界水上行走 简直不要太香 最后一位是小草神纳希达了 草系配对玩法的核心角色 也是平民玩家优选的角色之一 所以说你们还知道哪些必抽的角色呢 原神封单4.7卡10越来越近 两位新角色也即将登场 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而截止到目前 大量的新角色也陆陆续续的登场 很多老牌角色也逐渐的退环境 尤其是后续那塔的相关消息 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 4.8卡10角色登场的安排也被放了出来 据说是吊香司 纳维亚 尼路这几位 不过毕竟版本跨度大 变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之前提到了第二期混池的开放 就目前的爆料消息来看 也完全没有提及 也就是说在4.8版本 大概率是没有第二期混池的开放了 估计起码也要到那塔才会有了 而在后续的那塔作为火之国 除了新增了火神筒 火煮命座等元素外 那塔的地图也不小 早期提到的爆料中 也提及了坐骑系统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和之前分担的水下玩法一样 估计也可能是特定地区有坐骑 所以说大家是不是也非常期待坐骑玩法到来呢 最近爆料的那塔新角色中 火神 希巴拉克这两位角色形象描述比较多 尤其是火神 据说是两种形态 之前爆出的那版戴面罩的 就是水神少女的形态 就是不知道后续时装怎么样了 只能说官方长得太深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 元神多乐视 近期又出现了两个消息 关注的玩家挺多 第一件事 那塔的新角色 没有建模 只有绘制 大家都知道的 内鬼爆料他们如今不会再给实机图 就是为了规避风险 这一次 按照他们说法 发现了那塔新角色希巴拉克 开始没出实图 只进行的拼凑 由于给出的图案过于粗糙 被玩家一顿满赞 后来他们则中想了个办法 直接喂给了程序 得到这样的画面 后续版本 策划似乎依旧喜欢多出男孩角色 游戏后台的玩家偏向数据 官方他们比所有人知道的更详细 连网络上的搜索指数都指出 二游女玩家的玩家在暴涨 截止五月 能创下一片男孩超预期记录 但在现今整个渔情战上 很突然 批评和指点原神的人再变多 影响也是多方面 一 评出男角色 被认为是原神最迷稍作之一 4.6300复刻时流水达成了10滴成就 确实对原神的运营影响不小 运营似乎人未醒悟 一直不到问题的根源 二 但男角色给游戏带来的热度 确实也是存在的 显然拓宽受众范围至今还是角色之一 只是大部分玩家对游戏的诉求 和游戏官方的诉求 是完全不一样的 拿是场热度风向 做游戏运营容易翻车 反之亦然 原神角色的争议归争议 还是那些话 国内游戏一直都是男玩家占主流 玩家不应该为厂商焦虑 厂商也不应脱离玩家恰犯圈话 如果后续又连续出男角色 I 可以遇见话题的再次激化 是难以避免的 第二件事 可了影响更深远 而且是正面向的 原神动画小短片即将发布 起初 以为是飞碟射终于有动作 原神动画要赶攻完成了 但看内幕与公告 这明显示米哈游自己做的4.7剧型动画 跟之前备奏乐意的官方仆人动画一样 是给后续版本预热剧情铺垫的 不然发现在飞碟射模扬功后 苦于玩家的诉求 原神的动画组干脆自己发力 大概率吧 接下来就是更多原神动画上线 因为之前官方已经明确告知 他们培养起了游戏专属动画组 飞碟射 去一边歇歇吧 某种意义上也是给日本哪家动画厂家一定压力 因为三年过去 玩家的反馈与迫使 去了没让他们放出了丁点动画制作的边角料 也怪不得大家的针锋相对 至于米哈游亲自出动画 我们觉得最深远 还是玩家对原神组的态度 当年的原神PV视频让全世界玩家都欢腾 活动极高的播放量 也间接吹升了各种二创乐视 但后面的质量下降 音乐制作人离职 多少的在消耗玩家对原神内容的热情 现在 唯有对原神的呼声依旧高 也让官方意识到 动画剧情或许是拔高游戏内容质量的另一条出路 毕竟之前的仆人动画 热度可是破圈 一片好评 甚至社区赞赏 论坛乐意 媒体报道支持 做事 尤其是意义重要 挑战巨大的事 首先是要保证其成功 只有成功了 或者说一旦成功了 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做正确的事 所以 现在大家终于不再回避 原神游戏改编动画 要取得成功不是一个低概率事件 而且可能是扭转剧情口碑的开始 说上所述 根据最近各种各样的爆料 原神都将在近期 带来许多精彩的内容和活动 让我们一起期待并参与其中 如果你对这些游戏的最新情报感兴趣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及时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消息和资讯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